高颜值印子锋好养护的沙生竹景观第二弹 吹雪柱 在仙人掌家族中 吹雪柱无论是名字还是形状都是特立独行的 吹雪柱长得像长了毛的仙人掌 最高可生长至两米 在春夏季开花 花为深红色或酒红色 但花瓣不张开 蓝柱仙人柱 形状是星柱状 表面是少见的双蓝色 不仅可以净化空气 还能有效抵抗甲醛和抗辐射 它一般是在夜间的时候开花 花朵是黄白色 还能够结出红色的浆果 大凤龙 单身的柱状仙人掌 浅绿色 渐变灰色 不耐低温 冬季最低不能低于15摄氏度 彭珊瑚 多年生灌木 它的形态较为修长 橙嫩绿色 静干上长有灰色小点 外形就像是珊瑚 生长室温15到25摄氏度 冬季低于10摄氏度 群生金丝猴 圆滚滚的身体 细细的小龙刺 描述的就是金丝猴显人球 是不是觉得特别的可爱呢 夏季是它的生长时期 也是它的花期 杀生植物景观 今天就完结了 大家还有什么想要了解的植物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哦 Garden Go Your Landscape Consultant